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位女生对谢经超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男嘉宾 你好 这边 兜里穿着什么东西 老实交代 兜里还是包里 包里 这里面有两样东西 然后第一样东西是可以给大家看的 但第二样东西我想留到最后 我的心动女生如果选择我的话 我想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看第一条片子 不爱浮夸 特立独行 我是追风少年 谢经超 儿时的我有一个警察梦 一心想成为电视剧当中威风凛凛的阿森 小时候经常玩警察抓小头的游戏 当小朋友叫我谢死了的时候 非常过瘾 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去英国伦敦 参加一个国际夏令营 突然间感觉外面的世界好大 很想出去走一走 于是在高中毕业之后 我依然选择了出国留学 本科毕业以后 我又拿到了利古可大学的研究生offer 同时我又回国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报考了警察职位 没想到还真过了 那一刻内心深处的警察梦 然后再一次燃起 面对名校offer和儿时梦想 我依然回国成为一名特警 然而现实并不是每天都在上演港剧大片 更多的是平凡的琐事 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和过去相比 新一代的警察更想要利用高科技手段 去提高办案的效率 也就是说 我没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 尘埃警察 工作之余 我热爱速度与激情 经常去专业赛道上过把瘾 虽然是业余选手 但是我也参加过不少比赛 最好的一场成绩 是2011年环州卡通科比赛第二名 在我单身的这段时间里 一直是我的好基友兰博在陪着我 不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这小子好像有点忙 应该是在忙着谈恋爱 所以我也感到深深地寂寞 我希望能通过《非诚勿扰》 找到真正属于我的另一半 那个人会是你吗 我这人不认识什么车 刚才在那个片子里边 有一段你特别帅的那个 开的那个车是好像特别 帅的镜头有很多哪一个 开的那个车 敞篷的那个 那个车是什么车 法拉利 就传说中 我也不认识 但我知道那车 好像应该挺贵的 我们外拍导演 就拍他开那个法拉利 在跑的时候 没跑一会儿就爆胎了 爆了两次胎 然后呢他要来录我们节目 从杭州里边过来 从他家去高铁站的路上 那个法拉利又爆胎了 你是不是说法拉利是假的 还是你胎是假的 我觉得经常在三号站开的话 这个轮胎就会磨得比较薄 在拍VCR的时候 路上面是左后胎爆的 然后今天我赶过来去 动车站的话是右前胎爆的 然后反正就是 还剩两个轮胎 3号 从事的警察工作 然后你平常开法拉利去上班 然后你的领导车肯定没你好 那他会不会给你穿小鞋啊 我只要展现出来 就是我的工作上面 比较认真负责那一面 然后在生活当中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的 想做的事情 只要不违法 其实我告诉你 我要是他的话 这个内心会想得很清楚 我根本不在乎 我领导怎么看我 那不行啊 王琪 你说你的工作 并不像你当时想象中的那样 忙碌 然后咱们俩可以说是同行 我每天的工作 从早上8点半到单位 我一直忙到下班4点半 当你感觉有一种使命感 然后自己又想做这份工作的事 你才会一直重复 一直一直坚持 打个比方啊 如果可能孟爷 比较喜欢这个主持人的工作 但每一天每一天 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想着 能够多弄一些话题出来 多讲一些风趣的话出来 其实很累 对啊 很累了 我现在就在想 你能不能再想点风趣幽默的话出来 我就能好一点 关键一点 对孟爷有三字经的一个评价 我不知道我方不方便 在这里说一下 方便 方便 应该说是主持人当中 少见的睿智跟帅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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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事情 说这个无助于你找女朋友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我必须得说出来 我听得也很舒服 其实我是想让你继续说下去 对啊 相对第一个步是什么 个子不高 我觉得他再往下就没什么好词了 事业很高 事业 头发很少 但是这个知识很多 下面不要说前面 直接说后边的那个 这个年纪不大 但是这个权力很大 这倒没有 第三点真没有 我觉得孟爷可以决定 我们的生死就是 我决定不了 我决定 决定 我真的决定不了 我告诉你啊 好 好 谢谢 我们下一条了 谢谢 曾经的我 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公子哥 但是我的初恋改变了我 他的成绩比我好 经常会督促我学习 是他告诉我 其实人生有很多的梦想 很带我们去追求和实现 一个男人 应该通过自己的双手 去付出和努力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妈 却希望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子 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 从英国回来后 我又认识了一个 家境比我家还要好的大小姐 但我发现 她每天的工作 就是吃饭 睡觉 逛街 而且她的占有欲非常强 每天24小时都要查我的手机 除了我妈的电话以外 其他所有女人的电话都被她删 她的脾气也很差 我们两个经常吵架 而且她还会动手 有一次打破了我的头 害得我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 但是分手带给我一个 很严重的后遗症 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我都感觉后面有人在看我 讲到我的理想女生 我特别喜欢会弹钢琴的女孩子 我还特别羡慕我的偶像 小罗伯特卡尼 也就是钢铁侠和她女朋友的相处方式 女朋友不用太漂亮 但是一定要够温柔 够体贴 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上 对我有所帮助 钟万玲 其实我择偶是有三个硬性条件的嘛 一个是就是要善养我的养父 第二就是要在深圳定居和生活 所以你怎么说服我去你的城市呢 你能有什么条件 会吸引我去你的城市 跟你在一起生活呢 把你爸妈搞定就可以了 我觉得把你爸妈说服的话 他们会跟我一起 站在同一个站线盘里 如果说不用说服我吗 啊 不用说服我吗 因为我也你想你要继续做警察 那我也有现在工作很稳定啊 那我去了之后 我要换工作吗 这些所有的问题的 有一个前提是她喜欢你 那你喜欢我吗 哎 我们从这儿开始比较好 前面就都剪掉 你喜欢我吗 打多少分 10分的话打多少分 10分 打8.5 我倒建议你下次 但是在跟男嘉宾做这个表述的时候 更容易达到你目的的方式 不是这样表达的 你喜欢我吗 如果我要是那个喜欢 我会觉得我是有多怂啊 给人拿着刀子 鼻子这样 你喜欢我吗 你说 你现在告诉我 你喜欢我吗 我说我就喜欢他 他要说我不喜欢 我觉得你 我就喜欢粗暴直接的男人 我不喜欢那人默默积极 犹豫半天又会伤害别人那种 但是你得想清楚 他每一个男生性格不一样 也许有一个比较怂的 会是这样的 我确定他不是怂的那种啊 性格绝对是直接 而且你说话语速跟我一样特别快 表达欲特别强 表达能力也非常清晰 逻辑思维也非常强 对 举小兵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表示出来不好 所以我要婉转地就是告诉你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 孟严 你帮我一下 我说不出口 21号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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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给他打分 你打多少分 10分的话 太无聊了 快点 8.5分 看下一条 我和阿超同学呢 是在英国认识的 有一次他跟我讲 他抓贼的事情 他最心爱的那件小乘衫 竟然被那只贼给撕碎了 来我这里诉苦了很久 他虽然是个特警 我们都以为他身体素质都会很好 结果那次出去海调的时候 他全程都在吐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一个同学结婚 他在温州结婚 谢金超当天晚上有应酬 喝酒喝多了 不能开车过去 但是为了不爽约 他打车打了600公里 当天晚上赶到温州 参加朋友的婚礼 这一点让我们非常地感动 不仅会开车车 也会开飞机哦 当然有点小资料 开飞机的时候 也不忘了为自己自拍 手机 调节太明昂 不是啊 好可爱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6号 21号 我们现在来看谢金超的心动女生 是哪一位 乔丽娅 乔丽娅 喜欢有安全感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有内涵的男生 不喜欢沉闷流长指甲的男生 5号 喜欢幽默浪漫靠谱 有才华的男生 讨厌控制欲强自恋 特别老爱拿手机相机自拍的男生 6号 喜欢身在高达幽默风趣的阳光男孩 讨厌花心满嘴跑火车 没有上进心的男孩 最后一个问题 你肯定你能明白 我话说的吗 好 就是如果我去加班 然后又是你们的结婚 今天就是年纪 就是然后你们会怎么选择 如果今天是我的年纪 她的中文比我好 6号 你放心 6号 我会在家把礼物 或者什么生日蛋糕准备好 等你加班完回来 5号 其实我觉得没事 我会支持 每个事情你要做 事吧也没关系 我还是会支持你 21 我会把饭菜做好 然后买一束花 然后等着你回来 另外三个女生的回答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 还是选择坚持 来 两位女生请准备 来 最后一点时间 那就趁这个时候 把刚才放在包包里的东西 拿出来给你看一下 我想给你把这些东西 家里的钥匙 车钥匙 邻居家的钥匙 银行卡 所有的工资全部归你 你是最漂亮的女生 我曾经见过 你来陪我 最后的问题 你能够答应吗 你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 我的 我的乌鱼 你拿出来这个钥匙 这个什么银行卡 我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人 不是 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刚才说得很强调一点 这些东西不是说我给你 就给你谈点 我知道 我知道 而是为了结婚 这些都是结婚以后 都要碰到的东西 家里的钥匙 你可以住在家里面 大家可以在一起生活 银行卡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你要管我的钱 管我的公司 帮我照料我的后院 我知道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 我的意思我就是特别 好 你就告诉我 你想和我一起做朋友吗 要你做朋友吗 是的 我想和你一起做朋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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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遗憾 有些话没尽口说 有再多多沉默 未来也能 可能我用的方式太过于直接 或者说刚才孟爷讲的 太直接了 太粗暴了 然后人家接受不了 但是还是没有后悔吧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会把另外一样东西 拿出来给他看 因为我急于想让他觉得 我可以给他一个安定的 稳定的一个家庭 这种方式 不仅乔里亚会误会 很多人会误会 我知道他的意思 很多人都会误会 我相信他了解乔里亚 不会太过对 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 就这个 所以呢 就刚才 朱万琳那个表达 和她刚才那个表达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一下 我们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怎么更有效 怎么更少地产生误会 达到我们的目的 其实很重要 我们场上来过一个女孩 带着户口本 说谁要跟我牵手下去 我立刻 我拿着户口本的 你敢牵我手 我马上就跟你领证 这个呢 从好的一方面理解 表达了人家的诚意 我是很严肃认真地 对待这个事 我不是玩玩而已的 但是你从对方的感受上说 这是很大的压迫感 两个人刚开始认识 我们这个平台 只是提供了认识 从认识到热恋到交往 到决定谈婚人家 有一个过程 你给对方行政的 我带你下去 拿着户口本 马上就得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 对大家都有压力 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哎 要是让我能 重新选妈是吧 我说选她妈呢 还是选黄老师啊 想了半天我 我说如果啊 就是我还是喜欢黄老师 这样的妈妈 在其他的这个家庭下面 长大了至少小孩子 有独立的人格 我想说的最后总结的是 我们要什么 和以什么方式表达之间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每个人都要注意沟通的机器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 81437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 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世纪佳缘网站 或者通过我们的现场 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